真的就差点赞助商 我们先我先录制起来吧 这场比赛 对吧 录出一点我们的队服 对的 我们就差点赞助商 你看光秃秃的 你看看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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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别人有多少赞助 Steel Serious你看到 正中间还有两个赞助 你赶紧去拉 你用赞助都拉不到的 那你来拉好不好 去拉 你拉了 你拉一万块钱 给你两千的提成 你去拉吧 我又不是俱乐部经理 我为什么要去干这 你看我们多可怜 我们队服 多可怜 一个赞助商都没有 不如你来赞助吧 干脆 赞助不起啊 可以的 你每个月 看比赛了 不要再说了 你就怎么话风一转呢 我跟你说 我前两天去跟那个 饿了吗谈过了 我就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说说看 他说对付镇中间 有一个恶字 就像那个龟线人 那个龟字一样 他们说放个恶字 对 就是王祖兰不是打广告 那个吗 我知道的 王祖兰打广告 那个不是 那个恶字 他说你妈的 你们把衣服改成蓝色的 然后穿那个恶字 我们就赞助 可以的 我有什么不可以吗 蓝色和黑色有什么区别 这种时候 要节操干嘛 可以的呀 真的假的 为什么不可以吗 那你要想清楚 那个打那个 打那个什么 那个风暴的五个人 妈每次出来 还要做造型的 要做鸡纽特众部队的造型 他本来就鸡纽特战队的人 你荒谋 然后妈中间都有个恶子 那个圈子里面有个恶 你知道吗 虽然有点丢人 的确有点丢人 我猜猜他跟他们说过的 你知道吗 这个就看赞助的比例了呀 几万块钱 只是星际这一块的 好不好 哎呀 他们要赞助吗 肯定够你 够你养一年俱乐部的呀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呀 这可以的呀 但是要有一个恶子 你知道吗 平时还要去送送外卖 你妈的 很惨的 这个外卖这个太扯了 你要他 我不要说两个恶子 正面一个反面一个 好不好 反正又不是我穿 我靠 他是佳人去死吗 哎呀 功夫潘达这个农民啊 探路时间真是好 看到没有 刚刚好 这个农民探路时间 为什么吗 你不觉得 功夫潘达是你很强的选手吗 功夫潘达是蛮强的 功夫潘达上一个赛季打赢 这个佛基基也不是乱来的 他把佛基基淘汰出局的 沙纳这边选择的是 跳死神的开局 我觉得这场比赛 对沙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是信心的问题 就是在海外的比赛当中 第一次登场 然后能不能够战胜一下 海外的这些外国选手 这个信心很重要 第二个是进入到胜者组 至少多一条命 多一条命好吗 是进入到胜者组 就很有机会的 对啊 胜者组再能获胜者 就不用去碰那个 利欧波 谁啊 胜者组你本来叫打利欧波 对对对 不管怎么说 打就打了 反正多一条命嘛 也是好 我就说多一条命啊 上去就是 就是多一条命 而且关键是自信心 我倒真不是觉得 我真不是觉得掉败这组怎么样 就是自信心的问题 人切过来 你海外没打过海外选手 你不知道海外选手什么实力 打完了 如果你觉得对手不是很强 那你自信心一下就上来了 这个 没什么机会 这个坚持 也被搞了一下 农民真的是好 你看到没有 各种的绕 各种增长 这个农民有点贱 不没关系 沙达的整个操作 也没有出太大的一个问题 死神回来吧 把这个农民抓掉就行了 如果死神回来的话 就 在过去 那个差不多就已经 没关系 没关系 他已经第一时间 侦查到对方是单气开矿了 所以说 他现在六分钟过去 六分钟左右进去 看一下科技就好了 这个死神 就已经完成任务了 我觉得整场比赛 还是看沙达的 这个 投地雷投的怎么样 因为 上来双方都知道 双方的开局 两个人都打得很稳 你看功夫班的 打得多稳 他也不知道 沙达什么实力 说白了 不过说实话 沙达的确 他的空头 的确还可以 用的蛮好的 用的还可以 不是蛮好 是蛮可以 不要奶好不好 一般 一般 用的一般 但功夫班的 这个 这个凤凰 简直操作的 有如神柱 对吧 凤凰 凤凰在哪里 等下会他会出的 他这种飞机场下去 肯定是 要出凤凰防空头 他第一时间 可能是出凤凰的 有可能 看是先知 还是凤凰 先知也有可能 反正第一时间 先出一个先知 然后去三个凤凰 可能是这样的 对 三个凤凰就专门 防止你的空头 沙达是 非常正统的 六机枪 然后带上 带上一个地雷 直接爬脸 直接压在脸上 然后 先骗个大包财 反正 对 然后家里面 直接骚扰 家里面 先要跳死神 可能是要来个多线 来个多线 死神可能要进去看一下 对手 对手到底什么开局 他就多线 他就是强行的爬地雷 爬到你的矿去 拍到正面 他有点虚 往回退一步 对方也看到了 死神有没有跳进来 死神没有跳进来 跳进来的吗 死神 跳了跳了 肯定跳了 怎么可能不跳 多线打得可以 杀了两个农民 但是呢 他没有 看到 看到凤凰了吧 看到了 看到了 死神的家里面 又是裸房吗 裸房 哎呦 为什么他每次都裸房 先知啊 打得太偷了 对啊 我为什么都是裸房先知嘛 都是这么输的 哦 但是他正面也反 反干一波 这一波 等大炮台消失 直接散开 什么东西啊 这是 就像这波了呀 没有大炮台 大炮台会不会被逼掉 哎 逼掉了 哎 好的 哎 好的 可以可以 这波还是冰很厚 打了三个追恋 还打个疯狂吗 疯狂 这一波压制有点飘啊 功夫班达估计被打闷了 这波 四个追恋 打个疯狂 你怕的这什么东西 好好好 转回来 转回来 前期的这个劣势 还能够 全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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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功夫班达真糟的重啊 第二颗雷要炸 可以可以可以 好 这个基地也打不掉 打不掉 转了转了转了 这种局势 再空头 刹那这个节奏有点快啊 再空头 看补的这两个东西是什么 他要秒了一个吗 他要秒了一个 先知吗 秒个先知 头两个就像把先知秒了 功夫班达好 他们不爽啊 不过我告诉我 我再头 好快啊 节奏今天 功夫班达 虽然被这么搞 但是他节奏还是没有乱 他也在偷三基地 但是这个 这个绝对快的 这个空头 刹那的这个空头 节奏好快 两个人在拼节奏 就看运营怎么样 两个人都在 两个人都拼三基地了 刹那好像也看到三基地了 看这是空头 刹那这是空头 切得 切得很快 切得很快 功夫班达根本反应不过来 底雷埋下 底雷埋下 看能不能够抓掉这个先知 可以可以 被抬了 被抬了 操作还不错啊 刹那这个尽量的点 看能点什么 可以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 好还点先知 还在点先知 功夫班达有点操作不过来了 哦装了走了 不过刹那这边再继续投 家里面想 想转具象了 已经想 这个节奏已经被 刹那给牵制住了 现在这个节奏 但是功夫班达也开了三基地啊 我跟你说 刹那于前了 刹那有点 自己节奏也有点乱了 为了提节奏 把自己的节奏也打乱了 诶 这颗雷 没打出来 刹那也余钱了 刚才 他还是没防守 没关系 没关系 对手也没那个 没能量 对手也没能量 但是对手还不先知啊 待会两个先知戳起来 他埋地雷了 埋地雷了 到处埋地雷 就不知道 现在主要是 欧兵没给我们看 刹那家里面有几个兵营 如果这个时候 有五个兵营的话 刹那就比较好打了 应该没有五个兵 我感觉只有三个兵 他有没有看到 他应该是看到功夫潘大的三级地了 哎呀 这个地雷开不起来呀 这样 位置埋得也不好 家里面倒没问题 家里面有防空了 诶 打掉了 还可以 我感觉是刹那这个三级地 你有这个感觉吗 就拍的功夫潘大节奏有点乱 他没想到对方那么拼 哎呀 关系是刹那自己节奏 这个地雷埋得不错 要埋进去的话 来一个多线 刹那这盘是强行在提节奏 刹那是没有想到对手是开三框了 他这个只是 他这个国局想阻止开三级地 好地雷埋下 能炸几个炸几个 能骚扰就骚扰 这个直接往前推 功夫潘大好像没几个兵啊 这波 他在去巨像 出巨像 所以说当然没什么兵了 证明 刹那可能要强点三级地 但是不能够 直接埋地雷 埋下去 被抬了 刹那没操作吗 这个地方什么情况 操作 他没有兴奋剂吗 没有没有 还没好兴奋剂还没好就压了 这波送的有点可惜啊 本来这波部队很有可能是 把这个三框给压退的 他应该等一会儿兴奋剂好了两个 如果你兴奋剂好了两个运输机 带上你这四颗雷 这波直接打穿了 他有那个 他有树埋了已经 有树埋不会吧 树埋我刚才 刚才看下他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单VF怎么可能有树埋 也是也是也是 怎么可能有树埋吗 刹那这盘就在不停地提节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盘 提节奏提得非常的快 又是一个双线空投 这个协同做得好一点的话 可能三框要被A爆 对功夫攀打其实你看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下也没有乱 真的还打得不错 好 来了 刹那第一视角就是 刹那也是开的一个最低效果 这个协同多线做得不错 不错不错不错 正面再A过来 好投鞠像 投鞠像 这边投鞠像 漂亮这个鞠像偷的 哎哎哎点歪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偷一个鞠像就行 但功夫攀打真的多线 我感觉他多线抗压能力很强 对 到现在为止没有乱啊 被沙拉这样头都没乱 我沙拉现在人口是 领先20人口啊 嗯 他三框开的有点 沙拉现在就空投不停 他空投一直不停 但这个空投如果现在这个 他平下来觉得别人可能要反打了 对 现在沙拉就不停 可能就送兵啊 嗯 好 空投来了 好 这个协同做得非常的漂亮 应该守不住 三框应该守不住 三框可能掉了 地链埋下 这两个地链也很难解决啊 炸了自己 炸了自己 三框 哎 抢点基地啊 沙拉也有点操作不过来 好 双线杀了11个农民走了 可以 家里面这个空投 还要继续吗 运输机好像少了一点哦 没去运输机 我是觉得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 回去收一拳 哲学流一拨 嗯 真的回去收一拳 补到四个飞机场 哦 不是 两个两个飞机场四倍产危机 还要投 沙拉这空投就没停啊 我感觉沙拉这个打法有点 有点像马路的这种打 对 他就节奏超快 三个运输机 哎 但是 他想打协同 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 沙拉反应也挺快的 看到了的话 那功夫潘达这个 门也不好出啊 被双线可能直接 直接基地就掉了 一把雷达确认 你没有几个边 直接扎一针过来 哎 这个扎针扎的 扎早了 扎早了 我觉得后面兵还没跟上 他就扎了 对 扎早了 他因为要打多线 但是双线 哎呀 可能要送兵啊 这个地方 要送 要全部送在这了 这扎早了 太急了 有点 强行的把节奏提起来 但是自己的细节 没有像马路做那么好 对 这个双线送兵 送的非常的伤 把所有前期的优势 全部送掉了 对 这波直接是 把双方的兵啊 已经送成了一个 拳口 已经差不多了 甚至我觉得 空风帆达占优了 占优 占优 他这个真的就是 我跟你说 这个多线 太急了 打的 来看后面了啊 这个多线 看能不能压到 这个空风帆达 我感觉压不到啊 压不到 现在空风帆达 他捅二级地 但二级地也有防守 捅不到东西 关键是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莎娜就不想 就一直想打协同 但是 莎娜的基本功 还没有达到 马路的这个境界 对对 没有达到马路这个境界 所以说到最后一波 就算打到最后 对吧 然后正面这波巨像 巨起来之后 你投地雷 也不可能 投一下马路那么好 空头也是被看到了 这边 哎呀 这种强吃 没什么意思啊 这时候不好打了 我觉得莎娜 真的不好打了 前期 刚才就是这个 血液同三线送 兵送的太伤了 很难打了 很难打了 这局势 除非莎娜在 中后期的操作 有一个超强的操作能力 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 再去空头了 这个时候只能够打 只能憋一波 对 就憋一波 然后跟对手拼一波 正面操作 呃 功夫班达在升那个 呃 能进的速度 他要骚扰了 他要反搞了 但莎娜这一波 兵还是有点厚 我觉得 但是对手防守很稳啊 我觉得 我觉得功夫班达 真的太稳了 打的 这波不能上 这波你要上吗 围巾他有看到吗 他有看到围巾吗 好像看到了吧 没看到没看到 这波不能上吧 这波你上你 他就展开就上了 就怼了 这个 这个太凶了吧 怼的 后面有地雷 但是可能要炸自己哦 有点盲目 这个怼的 自己有点盲目 但家里面 这个能径怎么办 还没飞过 还没飞过 哦 被看到了 被看到了 这个地方看到 还是很关键的 家里面反正有 有围巾的 直接到后面 截一下就好了 嗯 但正面还是 问题还是在正面 虽然现在 SANA的钱啊 花得很干净 但是 三公三房在提 对手就三框 憋双 双身那个 现在别人就是 三框憋 那个 呃 三框憋 呃 双AOE 你就没办法 正面这一拳 除非你的Ghost 用的特别好 公共班达反打了 哦 又被吃了 拨运输机 反打了 又反打了 哦 不过 不过这个有点多 这个围巾 家里面被搞一下 家里面什么情况 家里面被冷静 他没防吗 他看到有冷静的呀 围巾回去 围巾先回去解决掉 再说 公共班达现在 猥琐四基地 这个 这个其实 这个 这个冷静 只是能够保证 公共班达把这个四基地 给开出来 对 莎娜分一波兵回去 先把冷静先解决掉 没乱 转Ghost吧 莎娜就不出Ghost了 就正面应怼呀 应怼呀 我看 我看她这种感觉 就像应怼呀 这个兵还是有点厚 莎娜199人口 公共班达167人口 莎娜三攻三防在提 但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看她的围巾怎么走 没有抓住对方的巨像 对方巨像缩了这一拳 围巾也在生意固 我觉得四矿那个地方 其实是有机会的 围巾把这个巨像 全部打完是有机会的 对 还要看莎娜的这个围巾 围巾数量 我跟你说 现在围巾数量秒巨像 是很容易秒的 对 但公共班达这个阵型展的 好像 莎娜可能又要怼了 我看这个样子 但是有闪电啊 这有闪电你怎么怼啊 闪电那么多你怎么怼啊 回去出ghost吧 好四个ghost在造 莎娜的后期呢 上次我看她打解释 还是蛮猛的 看拉阵型 拉阵型 拉的还可以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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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了两把电 继续点闪电 点掉了闪电 但是对方的兵也很多啊 现在是强怼巨像 巨像应该要倒 巨像应该要倒 但是好像打不光 巨像打不光 打不光打不光 她在近距离巨像 没必要啊 结果损失太大了 功夫班达要反扑了 家里面也被搞了 这波 这波打完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功夫班达这名 选手的这个PVT实力 是非常强 很强 抗压能力太强了 到这个时间点 你看功夫班达 其实刚才被多线投的时候 应该会乱的 结果她一点都没乱 莎纳打得有点猛 只能看Ghost了 现在关键莎纳有个问题 运输机没了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莎纳是什么情况的 她打这种 在国内比赛 不可能碰上这种 内力那么深厚的这种选手 对 即便你碰到 你说神族 你碰到麦克尔赛的 也没那么深厚的 也没那么猥琐的呀 打的 也不是说猥琐 就是那么厚实打的 就你打不乱她节奏 你打不乱她节奏 就没有办法了 对 你看 你看沙纳打解释 头三下解释就 就崩了 公布达现在开五框 双AOE 这个拼大后期 我觉得你 你只能给这种什么 innovation这种人来打了 对吧 这个大后期 只有innovation这样的选手 才打的 这个东西 这到这个时候 其实又到了中国选手 一个未知领域了 已经 对 大后期 我看 有一次我看那个 什么比赛 沙纳打了一个解释 他大后期实力还可以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今天面对的是 功夫攀打 不是解释 对的 对吧 功夫攀打的后期 能力明显比解释要强 说白 就是功夫攀打 这种选手 他们是经历过 这样的大后期的 像解释 像国内的解释 沙纳这种 因为没有人租 没有人租 跟你打这种后期 说白 没有人租会打到这种后期的 所以说 就打的时候 他们 他们思路是很明确的 我这个时候应该干嘛 我这个时候应该干嘛 他就是开矿 修地宝 出闪电 猥琐 这个时候只有正面 这拳够硬 就是沙纳你这一拳 要有innovation这种正面 你才有机会赢 你一拳要顶赢 你顶不赢 你正面没得了 难 非常难 这个操作要求很高 这是 沙纳又顶了吗 又怼了吗 这个地方怼上去 可能要被闪电 闪成马 就看 Ghost的反馈怎么样 EMB怎么样 再把引刀 下去偷 引刀有没有反应 有反应 沙纳的反应 我是觉得你打到后期 你不可能就 只靠这种 关键还看EMP 我跟你说 就是EMB 我觉得围巾数量也不够 对手有四个巨像 你围巾可能还要再来一轮 就再来四个围巾才有机会 这个是一方不能冲 必须要找一个开阔的地方去冲 是这样的 沙纳的配兵 是有机会 有机会干死 红服潘打的 但是呢 我在国内来说 我从来没看到一个人数选手 打到这样的后期 有那么强 对 很少有 有人数选手 去打这个后期的两个 对 这个就是要求正面的操作 但是有一点 如果沙纳这一盘能够一击致命 我说对空不搬打的信心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打到这种局面 能够一击致命的话 那绝对是极大的打击 我觉得好像我跟你在打呀 以前我就用这种猥琐是吧 人不猥琐往上 没办法打的呀 我跟你说 人主只要你没过了一根线 根本打不过 对你没到这个点 完全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 引刀继续砍 农明拉走 继续回防 F2回去的吧 这个应该是 沙纳也是200人口的 公共搬打你看思路多清楚 我就修地宝出闪电 我也不出来 哎呀是这样的 说明我早就理解到神族 在这种打大后期的这种 本来就是这样打的呀 神族 神族这样打 你这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公共搬打是不是忍不住了呀 他要忍不住你冲高台 不好冲啊 这个有个新样赛 我还是那句话 我理解说的闪电 防守是最好的 对 进攻并不是非常好 因为进攻对手可以退 你防守的话 对手退一下 还是过来进攻 还会过来踩闪电 看莎纳这里 闪电 大家都没电到 看Ghost 其实就主要看Ghost 这把电其实也给了 莎纳一个预警啊 对 看Ghost 看怎么站位 Ghost这个位置 没有雷达 没有雷达 雷达看清楚 看清楚再上去 对 看清楚再上去 功夫搬打的闪电是带爆加的 上面四个 这算了吧 从这个位置上去 我们压力好大呀 这这波送上去 如果送完的话就输了 这场比赛 对 压力好大呀 没有办法 现在问题就没有办法 不停地用雷达确认对方的阻力 杀他应该从左边绕 然后你要等功夫搬打 你已经摆好正行等他来冲 然后你的Ghost才好用 功夫搬打这个 你看他的那个引导也是H主 两个人的细节 看这边 GG好漂亮 双方都在不停地耗 沙纳这个游走部队 但我是觉得这样耗的话 对于沙纳是不利的 虽然你的生化部队 沙纳想卡位置你知道吗 他想卡位置 他想卡位置 但是对方的闪电太多了 不敢打不敢打 你这样耗的话 你的围巾啊 或多或少会去中一些闪电的 这样的话你围巾的血量 就不会很高了 对 现在沙纳在什么 你看他在拍基地 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有足够多的雷达 足够多的雷达 才能够不停地 有视野的一个优势 有视野的优势 才能跟对手一战 因为对手开战很简单的 对手开战 你把闪电猛甩就好了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 你摆好阵型 你EMP要打得好才能打 对手一波茶子把你吸引走 然后直接捅正面 沙纳这部部队被拖得有点伤啊 正面是看到了 正面如果大包台 如果被塔 完了完了 大包台掉了 这大包台支点千万不能被打 掉了掉了 这波肯定掉了 你都不用看肯定掉了 沙纳有点急了 好两把闪电封口直接掉了 这个大包台 沙纳想追击了吗 这波算了吧 继续开 我觉得继续开基地 继续开基地 慢慢打 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急了 就慢慢打 沙纳在升级那个高斯的隐形 隐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必须要升 他想一击致命 但是对方很有经验 就是什么 他还想刷点兵 把上面那个大包台也破了 对 对手先点的地宝 你知道吗 这个位置卡来可以 但是这波差你解决不了 对手就不停地开矿 修地宝 然后引刀过来直接开视野 你开视野怎么都开不过对手 对 你没有那么多雷达问题 所以说他刚才拍两个基地 我跟你说就是沙纳打到这个时间点 他要直接破釜沉舟一波了 他不管了 这波上去 但是对手的站位有问题 对手站位有问题 这可以 这可以 就看EMP封口了 EMP EMP 对手不敢上来 但是闪电还是闪得不错 我已经先卡住位置 好 EMP 走起 对手没有反应鞋 追击 干死他 但是后面又来了闪电 看EMP 有没有EMP再打中 笑了 漂亮漂亮 继续往前怼 追击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怼在这个位置 因为你的主力其实现在是很多的 把具象先慢慢地磨掉 继续用EMP来耗对方的 有没有EMP啊 这个时候你去捅他家呀 你别 你就EMP过来 等他过来你再打 走路口 待会儿 自己主力去捅他家 对手 还有一把闪电 两把闪电三把 还有三把电 刹那不现在把兵慢慢地接过来 直接捅 就手路口 把具象已经站不住了 具象肯定是倒的 EMP有没有打中 刹那这个时候拼命呢 拼命到降下来拼命 拼命 那居然 保说对手还有最后一波钱 刹那还在接兵 不停地接兵 刹那这波兵接过来 赢了赢了赢了 这个应该赢了 但是对手没 对手还有采矿啊 我跟你说 刹那不一定打得进去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刹那要一击之灭 端掉对方的出兵点 对手最后一波钱刷了 不知道刷在哪里 刷了一波 刷了一波什么 刷了一波白球 他没钱了 也就一片矿了 白球在EMP面前 都是浮云啊 刷那现在想的是断对方出兵点 刷那还有一片矿 刷那还有一片矿 又变那片矿没掉 那时候不能被引刀乱卡 没关系 没关系 他上面变了两个 他上面变了两个 这个基地了 他变了两个星轨 这个地方直接 直接那个开路了 直接EMP开路 上去把矿断了 EMP走起 别被反馈啊 这个地方 刷那上去把矿断了呀 这个地方抢怼 没意思 闪电 他还直接抢怼这一波 也可以也可以 上去把矿断了 就赢了 你把上面那个矿 先派点兵去 打不了再 对呀 把上面的矿断了 就结束了 这个游戏 你就上去 攻击弹大必然会来救的 他救不了 这一波怎么救 他现在太怕EMP 他后面 莎娜不要急 因为没能量了 引刀上来了 引刀上来了 现在要等 他要等 他要等 有闪电才会去打 我说这个时候回去开矿 他矿不是开了吗 回去 站一会儿 再等两个Ghost 回去站一会儿 真的 修一个防空这个位置 也不要砸矿罗 就回来修防空 站好位置 现在功夫班达也没钱 功夫班达就这波兵了 他现在 没办法 他在续具象 他就续两个具象 功夫班达最后把所有的钱 憋了两个具象 关键他有气 你知道吗 有气的话他就有Ghost 然后他就有闪电 有闪电你就很难打 这时候他就不停地搞 我已经飞起来 应该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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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 引导过来砍起来 应该有雷达吧 应该有雷达 这时候雷达不能断的 继续的起 先起个防空 你不能一直靠雷达 我觉得功夫班达现在出具象 其实也蛮不明智的 因为对方 围巾数量其实还是很多 功夫班达应该去闪电 但是白球有点多啊 我跟你说 EMP可能不够了 功夫班达要打一波了 对 我跟你说EMP可能不够了 真的EMP可能不够了 我是这样感觉的 莎娜没有想到对手 对手好多兵啊 这个地方 看来没有 跑不了了 EMP也打一波 有闪电飞起来吧 VGA 有这个巨像飞起来吧 闪电那么多 我感觉还是输了 莎娜 没ghost了 输了 功夫班达最后这波钱 救了他 最后这波气救了他 说白了 对 就是这波气救了他 没机会了 莎娜这个没机会了 不用看了 这波部队只要A上去就结束了 你就不是行行要赛 机器 打得不错 打得不错 40分钟的一场熬战啊 我觉得功夫班达也是 也是被打得有点惨啊 这个地方 两个人其实都打得 怎么说都发挥出实力了 但是我们看到功夫班达的 这个后期能力真的很强 莎娜 其实 我是觉得 他 他这样的 这种第一盘打的 其实 在前击4套上 其实 非常不错的 但是 他第二盘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就没有这种机会 再给你这样骚扰了 因为功夫班达已经了解你的这种风格 你的风格已经了解了 对 而且你如果说你两盘都有这种风格的话 那后面的这两个神族都看在眼里的这种东西 嗯 其实太一点点啊 太一点点最后一击之命的 我告诉你是有机会一击之命 其实 那就那个时候 你分个两三个枪兵去 去把他那个矿给打了 对吧 他不可能踩来啊 对吧 然后阻力直接去捅 捅正面 正面你说 冰多么也没冰 但是 关键是没有 没有闪电 你可以去捅的 正面 其实有一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 我觉得沙纳是什么呢 他要么 其实在当时这个情况 要么断经济 要么断出兵点 如果他把功夫班达上面的所有出兵点端了 他也赢了 对不对 功夫班达没有任何的钱呢 再需那么多的科技兵种 出兵点倒还好 我是觉得只要把那个矿断了 对 他断那个矿的时候有点急了 对吧 对那下面去打那个那个矿就好了 这个真的也是可能刚刚那个时候 其实其实也是打极了 就是 然后还 然后还得没有想那么多 这很正常 沙约肯定在自己在沉思啊 之后要怎么打 对他在想 其实他主要还是几个细节没处理好 前期的多线已经打得很漂亮了 就细节没处理好 而且后期我就跟人说 沙约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在中国 中国选手里面第一个后期 TVP打得这么猛的选手 你没看到过任何一个在后期不怂神住的 看下一场的 他们说鸟哥的后期很猛 我说鸟哥的后期绝对没有沙纳这么猛 我真不是说鸟 我不是说鸟哥菜啊 鸟哥的后期是打 鸟哥喜欢打那个的 喜欢打冲锋一波的 鸟哥喜欢打那个哲学流一波的 他不喜欢打着构式的这样搞的 你慢慢磨的你知道吗 这反正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不过公判这个PVT的实力真的真的强 这个你承认是欧洲的 其实你要你要这么想 我们看一个神族的PVT强不强 就看他一点就是在被人猪烧的情况 首先他乱不乱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在烈士的情况下 他能不能拖得住 有很多 有很多 我不是就比如说打季母来说 在一波打完之后 他可能就直接击击了 就后面没后续了 但是强的神族不是这样 强的神族是你这么打完之后 就算拼完了 对吧 他后面还是有后续 还是能继续跟你打 烈士还能拖得住 这就是强的神族 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有内力 有内力的选手都是这样子 看下一场吧 我觉得这第二场比赛 其实就比较见真章了 因为第一场攻击班达 也不知道你什么实力 也不知道你什么打法 如果SANA那个前期 被先知戳那个事情 我觉得必须还是他自己的问题 每次都是这样 对还是他自己的问题 我打得太偷了 真的是打得太偷了 这张比赛地图又是一张神族优势图 我们看到九胜六福的一张 但这张地图其实SANA的多显空头 还是能够发挥出来的 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国外的解说 应该对他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对吧 看第二场 拼一下亚莎娜 这个时候只能拼一枪了呀 哦 圆点啊 那对SANA的空头来说 还是能够发挥出来 上圆点啊 要讲红色的就是SANA 功夫班达算主场作战吧 还是那句话 还是那句话 前期不要被先知搞了 对 最重要 对吧 对 我刚才他那个被先知搞了之后去开三框 我觉得真的有点拼 我说功夫班达那个时候 有点慌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然后自己还在被投 而且正面那一拳被 一下节奏就打乱了 看这一盘功夫班达怎么打吧 裸霜吗 看起来有点像哦 好像裸霜了SANA 这个图裸霜也我觉得也是 也可以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哎 哦 吓我一跳 我就看到第一个农民往外走 盼路裸霜 哎 他第一个农民看远点啊 没有没有没有 两个人都是第二时间看到对方也行啊 关键是裸霜这一方第二时间被看到真的这个太重要了 嗯 你第二时间看到可能你 你的想法就没有 不能针对裸霜了 把这个功夫熊包的确打得好 这个你 大家要承认他的实力 说白了有内力 跟跟那个麦老爷有剑气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对不对吧 啊 是是是 就一掌打过去 你会 公开了一掌打过来 你会感觉一阵风 一阵这种狂风吹过来 就像 这种麦老爷手一指 然后你就觉得身上要多了一个洞 哈哈哈哈 好 功夫班达也是单命单器开放 沙娜裸霜 在形式上来说 沙娜是稍稍的占个主动 我只能这样说 稍稍占个主动 他在躲那个 你看那个功夫班达细节非常好 他刚才在躲死神的timing 他农民探过去等了一会儿 这个其实就等你死神走 但实际上 沙娜并没有出死神裸霜 他这个时间点都是掐死的说白了 很细打的 我跟你说真的打得很细 这个选手 沙娜应该也是了解对手的一个开局的 这种农民也就回来吧 没必要 对 沙娜这个裸霜三并营是他比较招牌的一种开局方式 但是他这个裸霜三并营也有个问题 就是他不防先知的 每次裸霜三并营一波兵压到门口 兵很厚 但是每次都会被人先知搓成马 当然只要这个神兽是出先知的情况下 他不会也 难道也引刀 感觉有点像 也引刀 我觉得 他是不是觉得沙娜打得有点粗 你感觉 他第一场比赛感觉沙娜打得有点粗 就用战术跟你干 也引刀 沙娜不一定 沙娜纪律性不好 我跟你说 真的不一定守得住也引刀 沙娜纪律性 反正先反正沙娜肯定先逼续一波 然后过去逼你开个大爆弹先 沙娜纪律性不好 这个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 他打得有点奔放 虽然逼一下了 但是我觉得他不会防影的 哎呀 我告诉你逼一下了 他就 他肯定会出那个的 肯定会出的 出防空肯定会的 一个肯定会的 在大概在二框路口 二框这边出个防空 闪烁一波啊 不是也引刀 是闪烁一波 真闪哦 我觉得 真闪哦 我跟你说 我告诉你 闪烁一波就不一定了 闪烁一波 三大三病 是不停的在出兵 但是这波台命压过去 攻击反打 应该都是在计算当中啊 甩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 操作非常好 哎呀 我觉得不要被闪烁一波打死了 你不要那么悲观好吧 哎呀老子天天打TVP的 我还不知道啊 这种闪烁一波猛的一逼 这种反打 猛是猛的一逼啊 上来送一波机枪 很容易被打死的 好立场一放 大包来一看 你根本不知道 对手怎么打的 对的 这个大概真的 走了走了走了 真的真的闪烁一波 走了呀 你还还想干嘛 真一闪而且是 六兵赢真一闪 功夫班牙打得好拼啊 这盘 莎娜我看有几个挂件 两个挂件吗 两个两个 两个光那个科技挂件 一个不会甩三基地去了吧 莎娜 我看到这个奴命压 像是甩三基地啊 我也感觉 有点像 我靠死了 哎 我跟你说 他就偷 偷三基地 你们直接被甩 直接被打死了 我发现 他如果是这种风格的话 他以后 以后就 比如说 回到国内 这次比赛打完之后 回到国内 别人也了解他的风格了 他还是打不过别人的 这必须要改 对 你打的不够 我们说的是什么 不够 厚实 对吧 虽然刹那基本功 还是挺好的 但是不够厚实 看到那么多追列 懂了呀 那么多追列压过来 还不懂啊 直接一波了 对手 积极了 积极了 这肯定积极了 大家都不用想 他还在想防对手一波追列 他以为是闪追一波 我试转闪追一波呀 但对手是六兵闪追一波 他以为是假闪好吗 他在针对对方走套路 他绝对想不到六兵赢一波的 他打的太太太默认了 他打假闪打的太多了 他想包对手 你看他以为是假闪 他还想包 好了 你看立场 死了 这种随便你斩啊 你斩多少都是死啊 对手带了一波哨兵的 死了 开三季地就注定了 他这场比赛结束了 他这招打假闪的确很猛 我承认的 你想假闪过来就六七个追列 对吧 他就一包就死了 这个流程走的太太太内的 完全没有侦查的 对 激烯力 还要去拜这准备 这准备划普埃兰 只要稍微变一变 可能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赫古班达在打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比赛经验上面比萨纳要丰富太多了 第二场直接就变招 感觉你打的有点头辆 我有点粗 直接就变招了 这种偷成功就一高人胆大 偷不成功就是偷逼 都是这样子 这肯定死了 龚班达随便闪一闪就死了 随便闪一闪 主要是兵力数量不在一个等级上的 而是真音闪 六兵营的一个真音闪 2比0 龚班达进入到胜这组 沙纳的话要在败这组 跟逆普进行一场比赛的 他没想到对方会争选 太默认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给了下一场逆普在旁边看着你 对吧 他看着你 他看到你的风格了之后 他肯定会针对你 如果他相当下一场比赛还是这种风格的话 我觉得他肯定出不了线 对